妈 你赶紧带五万来医院找我吧 我老婆在医院快生了 我手里没钱了 等着你拿钱给我交住院费呢 我没钱更没时间 妈 你怎么可能没钱呢 你跟爸每个月养老金都得有个五六千的 你们欧宁是在老家都用不着什么钱 你儿媳妇给我们老饭加生大孙子 你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你怎么说话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刚安晚期 住进医院很久了 他还能活多久 我都不知道 我就想留在医院陪着他走完剩下的日子 你老婆生孩子 你陪着不就行了吗 妈 爸都治不好了 你还留在那陪他干什么 你儿媳妇生孩子比较重要 你赶紧过来陪他 我又不会照顾人 你个小王八蛋 你爸没几天好活的了 你竟然还不让我好好陪陪你爸 你眼里有没有我呢 你就知道你老婆生孩子重要 那我们生你养你到正大在你心里 就一点地位都没有吗 你爸住医院都一个多月了 你们连看都不来看一眼 真的是铁石心肠 医生都给你爸下过好几次的病重通知书 他就是想留着一口气再见见你们 结果我给你打电话 你不是说忙就是说忙 你爸真的是太伤心了 你老婆生孩子 你自己去看着吧 我帮不了你 妈 你以为我不想去看爸吗 但是我实在没时间啊 谁让我爸非得在我老婆 要生孩子的时候生病呢 我又要上班又要陪老婆 已经够累的了 而且就我这点工资 也请不起人帮忙照顾我 还是要靠您啊 要不然您出钱 帮我请个人照顾我老婆行吗 这样我也能轻松点 你没钱 难道我一个乡下老太婆就有钱了 你爸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 我们身上的二十几万都花得差不多了 你不但不说给你爸掏钱抗病 还来跟我要钱 你爱找谁借找谁借 反正我是没有钱了 我就希望你爸走的时候 能够体体面面的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 我一定要陪着他 妈 我要是能借到钱我 还能找你要钱吗 我那些朋友都是酒肉朋友 吃喝玩乐能找得着他们 借钱就指望不上他们了 你快把钱转给我吧 我要赶紧给我老婆交住院费 要不然医生不让他进产房 怎么办啊 你要是实在没钱的话 把老家房子卖了给我吧 你真的是个魂球啊 之前家里的所有钱 都被你们两口子拿走了 现在还想让我卖房子 你爸跟我还没死呢 你这个不孝子 我们真是白养你了 你让我把房子卖了 你以后让我怎么活 我现在手里就剩八千了 你要是要我就转给你 不要就拉倒 可是妈 医生说成孩子 费用大概要五万呢 剩下的缺口我该怎么办啊 要我说我爸没几天好活的了 你就不要把钱浪费在他身上了 把钱都给我吧 你说这样的话 就不怕天打为批吗 你要是站我身边 我肯定打到你老婆都不认识你 母亲听见儿子说的话 是火冒三丈 挂断电话 还是把钱转给了儿子 没两天 犯监的父亲就病重去世了 小监啊 你爸凌晨的时候走了 你快来帮他处理一下后事吧 我一个老太婆 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妈 你儿媳妇昨天刚生了孩子 我要伺候他坐月子呢 我爸那边就直接找人 拉去殡仪馆火化了就行了 我去也帮不上忙了 你这个狗东西 你爸临死前还惦记着 想见你一面 结果你连面都不肯录 我就骗你爸你出差了 他是死不明目啊 现在让你来给他办后事 你竟然也不肯 老天爷啊 我们怎么就生了这么个逆子啊 妈 这能怪我吗 谁让我爸病的不是时候 非得赶着我老婆坐月子 这个时候去世呢 你说他明知道自己的病看不好 还非得浪费家里的钱 这钱要是留下来 给我老婆生孩子用 我们也不会这么辛苦 总之 我是不会去给他办后事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都说养儿防老 我们当初为什么要生你啊 还不如养条狗呢 你现在就去管你老婆孩子吧 既然你不愿意管我们 那我们就断绝关系 不用再来往了 是我爸生病时间不对 你非怪我干什么 那我以后要死了是不是 也得提前跟你安排个时间再死啊 我们两口子 这是倒了八辈子 没了生你这么个儿子 废话不多说 以后再也不用见面了 母亲气得泪流满面 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心酸 就这样平淡的过了两年 儿子儿媳妇突然找到了母亲 妈 您过得还好吗 这两年你一个人孤单吗 我们来接你跟我们一起住 有您大孙子陪着您 您就不会孤单寂寞了 妈 饭间说得对 以后你跟我们住一起就等着享福吧 您大孙子特别可爱 你看见他肯定会非常喜欢他的 您每天照顾他肯定不会无聊的 多好啊 你俩跟我断绝关系两年 现在来找我想接我一起住 结果这是想让我给你们带孩子 你们是看我还有点利用价值是吧 要是等我以后晚了 带不了孩子了 是不是又得把我赶回老家呀 我不会再上你们的当了 你一个人在乡下住得很好 不需要你们接我一起住 我不会吃饱了 没事干尽成给你们带孩子的 妈 您就我这一个儿子 不难道以后都不要我给你养老吗 您跟我们回去 我跟我老婆出去赚钱 您也不用愁 没人给您养老了 您要是不跟我们回去 我们都上班 您大孙子可怎么办 您也不想你大孙子受苦吧 当初我让你给你爸办后事 你是死活都不愿意办 现在倒是好意思 要让我给你们带孩子呢呀 你们怎么不去找个保姆 给你们看孩子 妈 我们哪有那闲钱去找保姆啊 就算找保姆 我们会也不放心他带啊 万一虐待孩子怎么办啊 钱给到位总能找到合适的人 给你们带孩子 妈 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我们以后肯定会孝顺你的 您陪孩子也是让您打发时间啊 而且您还有几千块的养老金 这不是正好可以花在您大孙子身上吗 家里的开销 我们都不要您花的 我们两口子花就行了 你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一个晚年 我说你们怎么会突然良心发现了呢 原来是在养老金上面等着我呢呀 你们真的是为了榨干我身上的钱 无所不用其极呀 妈 您的钱现在不给我 将来您死了 您的遗产也都是我继承啊 您就我这一个儿子 不给我还能给谁呢 再说了 您去我家 第一次见孙子 总得表示表示的 您也太抠门了 难道您死了还能把钱带进棺材里啊 你这个魂球 我还没死呢 你就来惦记我的财产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甭惦记我的财产了 本来我是想等我死了 就把我的财产捐给红石自会 但是这两年幸亏有你表姐 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伺候我 我已经立好遗嘱 把我所有财产都给你表姐了 对了 还有你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房产证是我的名字 以后也是要给你表姐的 你们赶紧搬走 我要把房子收回来 妈 你是疯了吗 那房子之前 你说过等我生儿子 就过户给我的 凭什么现在要送给别人啊 要给也是给饭间啊 你们都巴不得我死 好拿走我的财产 我还把财产留给你们干什么 谁对我好 我当然就把财产给谁了呀 妈 我错了 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 你千万别把房子给表姐啊 妈 你要是把房子给饭间表姐 那我就要跟饭间离婚 你离你的婚 关我什么事 妈 你不能这么对我啊 我可是你亲儿子 我不想听你们废话 你们赶紧给我滚 两口子 见母亲态度坚决就走了 你们母亲的做法对吗 评论区一起来聊一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